因為那個 2007 它的那個投影機的那個連接線有點問題 所以我們就趕快換了一間目前沒有人在使用的教室 然後抱歉耽誤一下大家的時間 然後今天是土耀爾第三場 然後很高興在這三場執行的過程中有一些很常見的手面卡 除了工作人員之外啦 有一些像就是中文所上面的朋友 就是有持續的參與 然後我覺得因為我們一開始設定 就不是設定它是一個很大型的演講 但是還是希望就是說大家可以持續的來參加 然後我們會希望有更多的時間 可以讓大家針對這些 比較跟一般學術演講比較不一樣的主題 去做一些討論跟演繩 那我覺得這東西是很有趣的 是我們土耀爾一直想要去執行的一個面向 那今天請到的講者是陳俊瑋 他目前是台灣大學中文所的博士候選人 那其實我之前其實有預告過 就是他其實跟我 他是我的大的同學 他也是我的碩士班的研究所的同學 但是他現在已經是台大的博士候選人 但我現在還在這裡 就是覺得其實也蠻慚愧的 那其實我跟大家其實還算蠻熟的 就是不管是在學術上面的領域 其實我們有很多很多合作 那其實在生活上 或是在平常我們就是朋友教育上面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接觸 所以其實這一次能夠請他來 其實我也覺得很高興 那因為大家不要看他這樣子 好像就有點油條油條 他其實就是 他其實蠻有底子蠻有料的 就是說他其實一直在研究的領域 其實就是他最拿的東西就是三國學 那他自己的很多 他其實有幾篇文章 目前就是刊載在台灣的 最頂級的期刊裡面 像漢學研究跟東奧漢學 這兩個期刊其實都是現在台灣最好 在中文領域裡面最好的期刊的種類 所以從這樣的經理來說 大概可以知道說 他其實在這方面的著力 是非常非常深的 那只是說我們在轉化 這樣的一個學術上面 能量跟這個演講的一個契合度上面 其實我們有做了一番的討論 所以我剛剛有提到說 像後來這個演講 是希望可以盡可能的深入淺出的方式 把一些比較偏學理的東西 比較偏理論的東西 可以盡可能讓他稍微淡化一點 但是我們希望可以看到 更多的實際的例子 那這些實際的例子 怎麼樣對應到每個講者的一些 他最專業的那個部分 或是最學理化的那個部分 那這個月的主題 其實我一直在講 這個月主題在談了一個東西 叫時空的在地轉移 那這個概念其實就是很簡單 就是時間跟空間 如何在人 就是在個體 或是有個體組合成這個群體 如何去轉化出屬於他們自己的經驗 屬於他們自己的記憶 那我覺得像古典的歷史的東西 它基本上就符合一個很基本的要素跟概念 就是時間的這樣的一個主題 那怎麼樣在現當代的一些作品 尤其是影視的作品裡面去看到一些古典的 歷史的一些狀態 然後如何看到說這個時間在個體經驗的這個轉化 跟推演的過程裡面 怎麼樣變成一個特別的樣子 而這個特別的樣子 就是這個特別的樣子 對俊偉來說可能是一種方式 可是對在場的大家來說 你們看到這些影片 這些影像的段落以後 可能會產生怎麼樣不太一樣的轉譯 那這個轉譯的過程其實就是我們這個月一直在探討的 就是大家可能都是看一樣的東西 看一樣的文本看一樣的影片 可是如何塑造 如何形塑自己個人的獨特的個體經驗 那這些東西其實 我們一直希望可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去反覆的討論跟反覆的研究出來 那待會兒的這個演講 可能有一段時間是會讓大家去看一些影片的部分 然後 待會兒這個前面的關於是什麼 一日喪命傘 一日喪命傘 以及 韓孝飯布甸 這兩個東西 就是待會我們就請俊偉解釋一下他要怎麼使用 但是就是 大家應該也可以期待啦 因為其實對他來說 他其實也是第一次做這樣的演講的場合 但是我覺得 反正我們就是希望提供給大家 有很多可以演講跟分享自己經驗的一個機會更長 好那接下來的時間我們就交給俊偉 好 請大家 來個 沒關係嗎 麥克風 沒有沒關係 聽我聲音 好 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所要演講的一個題目是 超時空要愛跟三國學 但是我在講解這個題目的之前 我請大家看一下這個影片 他的這個節目的話 這個是誰 關公 關公 對很明顯喔 我不用解釋你們也知道他是關公 為什麼 臉 對臉 所以其實關公的形象在中國歷史的人物裡面 他是一個並行化非常明顯的一個形象 比方說你還有誰可以想到的就是 你只好看到那個臉 那個形象就知道他是誰 巴蜂 巴蜂 還有諸葛 諸葛亮算不算 巴蜀算不算 算 但是在這麼多人物裡面 我覺得關公是 怎麼講 最經典或是最典型 或者是最不可以被侵犯的一個人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看一下 對時下的影劇有點關心的話 你會發現 包公也會被整 會有很多什麼連少的包青天的舞劇嘛 對不對 那媽祖 你們等一下會給你們看一個圖片 就是你們知道西門廷的守護女神就是媽祖嘛 可是他媽祖的形象 並不是那個傳統莊言的形象 而是一個很萌的日系少女的形象 那諸葛亮跟不用講 諸葛亮在這個時代已經被黑化了 有點被黑化了 就是他 開始會有人討論他很奸詐什麼 可是只有一個人物 我覺得很少人敢碰他 就是關公 我覺得可能跟背後那個宗教的事例有關係 所以你注意看 主要是三國的題材的 即便像時下最喜歡翻案的火鳳謠言 就是一部三國的漫畫叫火鳳謠言 他很喜歡翻案 他也不敢動這個人 所以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那包括我這一次要演講的電影 超時空妖愛 他其實也不敢動這個形象 但是他不敢動這個形象 他怎麼就是整關公 這就是我覺得這部電影裡面 非常值得看的一個重點 他其實只是一個背景裡面 這就是超時空妖愛的那個電影的海報 基本上他的資料不太好找 我去買一個DVD都還有150 然後那個預告片我也找不到 然後海報大概就是DVD 這是DVD的一個封面 好 那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大綱 就是各位所上那一份 我第三頁到第十頁我要講解的是一個電影的海報 跟故事的綱用 第五頁到第十八頁我會講一個演員的名單 這演員名單裡面其實非常多都是大家的手面 然後夜二十到二十九我要帶領大家就是 還是要看一下三國學的基本介紹 不然我可以跟題目有點就是出爐了 然後三一到三七會比較進一步一點 會討論到一個更深刻的議題叫正教官 畢竟他深入淺出我想還是放一點深的東西好 然後三九到四五的話 其實我我應該等一下放影片的時候 就是會順便講一下就是電影的笑點 然後四十七到四十九會有一個歷史的重新權 不過這部分時間夠我可以講這一段 然後最後一個五十一到五十六 我要講一個就是人生的難題的問題 包括我們如何去面對自殺的議題 以及我們面對一個更大勢力的壓迫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去面對它 在這部電影裡面都有很多的錯誤 抱歉太大事了 會不會他會吵到你們 那其實把關鍵的 這是電影的海報 當然這個海報太小了 字太小了 然後基本上就是它一個權報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這個是一個故事的簡介 然後你可以發現就是DVD上面的故事簡介 很難搞懂 它措置一堆 但是我還是要用這個來做介紹 剛才馨妍在介紹我的時候 他忘了少講一句話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意外的話我在未來的幾年之內 我會成為台灣現役三國選的第一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好我先推崇一下自己 反正我很棒就對了 然後其實這個電影的海報 它其實是在講一個前半段的故事 就是這個故事很簡單 就是在大廟一個文武廟裡面 然後有一男一女拿著槍 他就變得像是劫匪這樣子 然後他就威脅他們老闆 透過電視機威脅他們老闆說 如果你不派人把我們兩個救走的話 他就要揭穿他過去犯的一個強暴案 這個強暴案是什麼 就是一個少女叫宿泉 他車上被那個老闆操人強暴 然後他的宿泉的父親就覺得很內疚吧 所以他就引火自焚 然後這件事情被那個大廢跟居警拿出來威脅以後 有一路他是一個警務人員 他受傷他剛還養 然後他就在電視上的時候看到了這個報道 於是他就決定要來處理這件事情 結果處理這件事情之後很奇怪了 在文武廟裡面竟然跑出了一個穿著觀光打扮 然後武力就像觀光這麼好的人 然後這個時候就變成了 所有的人都在懷疑說你到底是什麼人 一直猜他一直猜他到什麼人 到了現代的部分的時候的後半段 才發現他原來真的是觀光 這是這部影片的一個起始 然後這一位是劉正文 就是這部電影的編劇 那大家請看一下1993年 射掉一熊不斷錦東芯的系統 這是有被請盛視的 那個王家衛當初在拍東邪系統的時候 因為你們都知道王家衛的拍法就是非常的 好聽一點是非常有細緻或質感 講來聽一點就是他的拍法太龜毛太大了 所以導致於就是尤正偉他就是早上用 早上把那個 就是早上那群演員是拍東邪系統 晚上就被他們抓去拍那個 射掉一熊斷至東城西九 那這部電影就是一群大咖的明星 在那邊虎狗瞎倒 虎狗瞎倒到最後年年輕小說 他們當初在怎麼拍 到底他們拍的是什麼 他們都不知道 然後1995年這兩個 是西遊器的月光寶盒跟仙女奇緣 這個是經典 講西遊器的經典 應該不用我再介紹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肥文藝 肥文藝就是台藝整能專家 就實在講 這個怎麼講 反正裡面就是Cosplay一部電影叫做 那個殺手不太 上雷諾的形象 然後我們到最後一個就是超時空妖 如果大家對前面的這幾部電影 都有一個最基本的認識的話 就會應該知道說 超時空妖絕對不是一部正經的片 他絕對是一部很不正經的片 那個鋪地老主就是劉正 就是你們在看西遊器裡面的 那梁朝偉 不用介紹 梁朝偉其實他在裡面 現代的時候他演的是警察六一路 然後這個扮相是 他以為文古廟裡面的官公是瘋子 所以他就扮成諸葛孔明 想要去說服他 結果沒想到很好笑的是 他到三國之後 他真的就變成了諸葛孔明的形象 然後這一幕也是在國片電影史上非常經典的一幕 梁朝偉剛還揚出來 所有的人都以為他是鬼 於是他把旁邊的一個護士抓過來 然後就跟他接吻 然後一手摸泰克的護士的胸骨 然後就說我是一個男人 在這種大庭廣眾之下 我親一個陌生 我當然會很緊張 所以我的手就只好找個東西來撞 你不介意 所以這個片段就是在港片裡面一個非常特色的片段 這兩個 左下就是一個壞人 他是整部戲裡面的大門派 然後他是個強暴官方 也就是說旁邊這個黑影 這其實就是少女訴犬 就是被強姦的人 那根據這部電影裡面的設定 這個老闆他會跳票 然後早期他還會 也是做很多類似強暴這種事情 所以他其實是強暴官方 然後上面這個馬丁 他算是比較沒有名氣 在很多片裡面都會演一些比較配角的角色 然後這是女主角照你們說 我一開始以為她是香港人 那後來查了下來知道她適合我的 然後這是她的形象 這是他們影魂出竅的時候 他們看到彼此的狀況 因為在我們每個人剛來到這世間的時候 都是沒穿衣服的 然後這個女主角跑到了三國的時候 他的形象是呂龍的形象 呂龍這個人如果大家對三國演藝有點概念的話 就是他其實是孫權的一個愛將 所以在這部電影裡面 其實有一些細節是他跟孫權之間的互動 是充滿了彼此的尊敬跟性能 他對孫權的愛將呂龍 他評審最大的攻擊就是他襲取了這種 就是害官都被掌頭的一個元兇 然後這是大飛 大飛是劉宇達 然後他在現代的時候就有這個醜樣 然後他到了三國的時候 他就變成劉備的形象 這是劉備的形象 然後他說首相這個是明里屏中的宏高梁 他就是拿現代的東西跑到 那現代的手榴彈跑到古代的時候 因為下面的人都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他說這個宏高梁只要一打開 十里之內的人都會跟著一起醉 非常的神奇 可能就是一個很好笑的一個古今的碰上的笑 如果梅基座的話 他應該是十生裡面那個孟姨 對他是孟姨 然後這因為 他其實是美女就是李其紅 然後李其紅的話 他跟大飛是在電影裡面 他設定是男女朋友 然後李其紅在這部電影裡面 他的扮相是很特殊的 他是張飛 反差很大 因為他以為是個很漂亮的女生 然後變成張飛的時候 他就要扮這個 把臉的大鬍子 然後張飛的形象其實也被固定化 就是一定要臉黑 然後蒙眉大眼 然後 對 戴大鬍子 對 所以 可是張飛也可以被挑戰 因為他不是一個 後面有非常強大宗教組織的一個歷史人物 這個是火鳳遙遠 火是火焰的火 鳳是鳳凰的鳳 火鳳遙遠 基本上大家如果對三國的漫畫有點理解的話 就知道這部在三國漫畫裡面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因為他有非常 怎麼講 非常具有說服力的方案方式 所以 可是後來有點 慢慢畫得比較差一點 可是早期他前半段的時候 是一個不很好的漫畫 這個是張飛的形象 而我個人認為 火鳳遙遠翻案的張飛形象 會比較接近於歷史上的張飛形象 因為歷史上的張飛他是一個畫家 他是一個畫家 他是會畫畫的 會單親會畫畫的 然後歷史上的張飛他基本上非常勇武 而也沒有人說他長得醜或是不帥之類的 反倒他兩個女兒都嫁給了劉產 需要注意的是劉產是一個非常好色的飛宅 所以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 但是他娶他的兩個女兒都娶下來 這代表說不定他們基因其實很好 關章這兩個人很特別就是 在三國演藝裡面 都會說官女很厲害 張飛很厲害 那我必須講的就是 這不是野女古咒 在歷史上 基本上三國時代開始 他們就會講 就是勇者必退官長 什麼意思 從三國時代開始 這兩個人的勇武就是當代書 其實有首比部的聲明 在當代都還沒有這點難得到 但是為什麼女部後來會越爬越高 我猜是因為你們演藝裡面需要一個壞人 需要一個大壞蛋你知道嗎 這樣你們十八路祝火打我的時候 才顯得有葬禮 然後這是火鳳寮園裡面的一個伴想 基本上官公還是長這個意思 不會變啊 誰敢騙誰就完蛋了 因為背後有太強烈的那個宗教勢力 那是王衛國 他在現代中演的角色叫城牆 然後到了三國時代阿德斯官公 上面就是要扮想 也就是很標準的 他就是標準的官公 然後連官刀都是這樣 然後下面他會看到就是 怎麼會與你這潘漢之者為武 他在跟孫全講話 這部電影裡面非常高明的一點就是 他把所有意識人物理論上會講的話都講出來 除了那些現代人跑回過去以外的那些人以外 尤其是官公 他的反應就會讓你覺得他真的像一個古代人 所以他是 所以他的好笑也會在這裡 因為他是一個完完全全的古代人 可是他是周遭的所有人 包括孔明 諸葛亮 然後劉備 然後他的異弟張飛 然後他的老婆胡金帝 然後趙子龍 全部都是換成現代人的靈魂 所以他跟他們之間的碰撞 你會感受到一點就是 怎麼會很荒謬 官公從頭到尾都會屬於一種狀況外的狀況 好 這是林桑毅 林桑毅很有名 他是踢足球 他是中華民國 他曾經代表中華民國足球隊去比賽過 這很特別 然後這個他演的就是林蘇 就是五五妙也妙子 就是這個臉這個角色 然後他到了三國時他演的就是人妖 他裡面的台詞真的把他講說人妖 然後就是胡金帝這個角色 我們要注意的就是這句話 他說官他屁啊 他是這個村裡挑大混 但那個李其鴻他問說 哇 原來真的這叫刮刀樑 該不會他就是官公 當李其鴻看到了眼前這個瘋子 做了很多很類似官公的行為以後 他開始也懷疑了 對方會不會真的是官公 可是那個林蘇他跟陳強 就是被附身的那個現代人 他們是好朋友 他們常常一起下旗 然後一起賭錢 所以他就扮演一個角色就是 把觀眾拉回來 告訴觀眾說我們要理性思考 這個時代怎麼會有官公 所以你會注意一下每個角色 他都有他推進電影的一個重要性 這是真雙雙真詩詩 他是李鋒 李鋒這位應該大家比較不熟 他會在現在的時候扮演貂蟬出來 然後在古代的時候他扮演貂蟬 他們是一個姐妹 反正這個比較難講的原因是因為 他的圖片太少 他的圖片真的比較少 所以本身的故事性也比較少 在這整部電影裡面 他其實重要性也沒有比較大 但是貂蟬我覺得有一點 比較適合講就是 各位在看三國演藝或三國故事的時候 有沒有納悶一點就是 貂蟬跑到哪裡去了 呂布事件以後 貂蟬跑到哪裡去了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沒有人想出來 就被草莊抓了 然後之後呢 就沒有之後 不知所蹤 不知所蹤 對其實真正是不知所蹤 可是以三國演藝裡面貂蟬 他佔有的重要性 這個人竟然不知所蹤 這是一件很詭異的事情 因此當你前面的不知所蹤 你沒有交代下場 不就代表我們後人有一個 文學上可以發揮的地方嗎 既然你貂蟬是不知所蹤 那我就可以開發 我就開發這個題材 所以就有所謂的 關公月下赤雕蟬 跟關公蒙面斬雕蟬 應該是關公蒙面斬雕蟬事件 為什麼 因為在古代 女孩子被視為一個 發現這不是奇色 就是古人 他們對於女性 有非常高度的歧視 他們覺得漂亮的女性就是紅顏獲水 然後如果我關於要展現 她的籃子氣概的話 要為國家找錢的話 那麼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眼前這個紅顏獲水給斬掉 所以他就 關公就借江太公蒙面斬雕妓為藍本 所以就把貂蟬給殺了 然後但是 與此同時 各位有看過三國演藝就知道 貂蟬對於瓦解 董卓是非常鞠躬結尾的 可是一個這麼鞠躬結尾的女性 為什麼要被殺掉 於是就有一個關公月下赤貂蟬 就是我一開始放了那個影片 但是這些 影劇我個人認為都不是很好的 我個人認為都不是很好的解釋 這個才是我認為目前最好的解釋 是日本人恆山光輝版本 我小時候 好像很小的時候我看過 印象太深 在南明城 殺進董卓一族的人 並且奔船 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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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死 丟臣 丟臣 亂世并不是只有男人之战 因为心地善良 所以在心中不闻 因此而自动做女人之战而牺牲生命 有这样可怜的女人 那刚才给各位看了一分钟的影片 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说横山光慧般的罪 因为你以其让貂蝉之后没什么作为 那不如让他死在董头之弯的时候就结束了 让他人生实在是一个最漂亮最美好的时代 因为可能从一个古代的女女子的概念里面 当他失身于董头女步的时候 他其实很可能内心就会觉得 我应该要离开这个 完成任务之后我就应该要离开这个人事 那横山光慧为什么会做出这个编排 我觉得他也是跟日本人的美学有关系 因为日本人像往是樱花这样的 在最美的时刻下来 可是怎么讲 华人吗 华人有时候会很喜欢那个狗尾虚雕 坦白讲我认为无论是月下四雕蝉 或者是观光棚棉棉展雕蝉 会有点狗尾虚雕 为什么会这样讲 各位你们知道就是最近台大有个杜鹃花记 就是柯文哲杜鹃花记 但其实杜鹃花是一个不是很漂亮的花 我说它不是很漂亮的花原因在于 它开的时候很美没错 可是如果你看它死的时候 它会像一摊烂的棉一样刮在树上 现在的画面就不好看 所以相对之下 你会觉得樱花很美的这样撒下来是比较好 所以这种其实是一个美感的问题 然后我稍微大家看一下就是 观光的原本的那个史料 不多啊就只有一点点 关羽 智云常 本智常生 河东谢人与 王命笨卓俊 先祖就是刘备他在乡里河谷众 就是走了一群那个年轻人 然后就是一起嘛 就是大家一起来举事 然后只到后来刘备当了一个平原祥 就是小官 然后这两个人 关羽跟张辉就当别故事嘛 然后分同群 互取 然后刘备跟这两个人就一起睡觉 恩诺兄弟 在古代三个人一起睡觉 然后仇人广作 势力宗旅 随宗族说全不必见贤 在史料里面其实就能讲出 他们三个人的感情是很好 就是恩诺兄弟 所以后来三国演艺才会基尼部 就把他们讲出他们就结尼 但是关羽的形象真的像我们后代想的这么美 这其实未必 这则就是很有突破性的意思 曹公就曹操跟刘备为旅步于下令 然后这时候关羽就跟曹操说 他想要秦一路 就是旅步所下人家秦一路等老婆 然后曹操就答应他 可是等到快要打破旅步的时候 关羽又再去要一次 因为他很想要对方的老婆 然后这张曹操想说 奇怪 关羽干嘛两次 所以他就想说 好 我先派人来去看看到底长得怎么样 结果发现大美女 曹操就把他拿走了 曹操最爱人妻了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对 你看这件事情就变成关羽跟曹操抢老婆 只是抢老婆就抢女人嘛 所以他们两个最后嫌隙了 反正就 但这条史料很少被发挥 为什么 因为孩子那句老话 谁敢发挥 在座干嘛 搞不好你路上就是会被关羽的信徒打死 都不一定 然后这个是最后一个介绍 他八两斤 大家知道他叫八两斤吗 不知道 但是大家应该记得他叫 他叫黄极晶天拳 无留守无师 他在周青池的练影也是很常出现 就是他上面的造型 他在三国的时代 他是演他许靖这个角色 但是跟历史有形象点出入 可是大部分大家记得他是这个 黄极晶天拳 无留守无师 然后他常常扮这个很丑的 角丑角 然后这个是十神里面的原因 不是我每次考试都考地板 你会看一下刘正伟他那个编剧 跟他选的真的是很能经典 然后我大家看一下就是 我剪辑的影片 不是不用 我一边我一边放 然后一边我讲 讲一下 要求求我去 我来说 下一个地方 才能救你 那天到 Owner上去 大概是 我们还会看到 我们今天说 我们坐下来 一个星铁 我们在那里 那我们在一起 ides 我们在一起 我们真正的omen的 我们无聊 我们不许 要爆你,就是那間職務的女人,和外套部女人的特殊宗主那間的,全香港人才。 蛤,便宜。 老闆,我們跟著你這麼久,你叫我們做什麼就做什麼? 老闆,想去打大會人的警司, 叫我們兩人在部門,局行這大廟, 警察到我們飛行部隊出門, 到時我要他們兩個,在陳法文公眾面前, 聽聽聽,就要大聲,繼續啦! 你們兩個中途的。 第一次關鍵,當然是失敗。 可是你要注意的是關鍋的竹材的休息。 謝謝。 換你,換你。 白色的目的是一種風格的, 加上這點音樂。 因為這個時候官方還沒有出來 所以這些警察大概以為是大飛跟騎機板 但是他們不知道等下等他們的人到底死 注意他的運鏡 一轉滑溢的感覺是營造一種 無法打摸摸摸摸 一轉死 香港的警察被殺的配側 如果警察進去遮臉的出來 為什麽是兩個人一起的運鏡 請注意提出想法的方式 根本的機器 作曲 我都沒有說 怎麼會有的 人都沒有聽錯 我可以相信這 這就是他可以的 靜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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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靜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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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靜 靜靜 第1個正戰者 第2個正戰者 不知要讓觀眾開始不愛一起 對方真的是不愛 劉慈他們那個傢伙 他說自己是君兒的貴雲像 他叫你們幫他拿公信出去 不要開張 快點來拿公信 快點 你不要給我命 我來 我...我不放進去 他要殺人家 可惡 他們去哪個 你不要走 媽 受罪了 你想這不起 去哪哪 被人手看 你今日不談判我 通手把槍的歹歪 一拳三軍人弄掉 這些路是在告訴他 讓觀眾慢慢趕緊相信 這個不就是這麼好 鄉上就留下子 還以為你追蹤到這公道是什麼 關通第一次提到他 跟三軍人 待會他還會再提到 他先查理你 是,Sir 關通有三 你不會續續的嗎 邰泰宮也會出了城 原來你們就叫做怪多明珊,難道他真是怪公譚? 關他的死人頭嗎?他這條村賭屎而已 晚晚賭完屎就來找我,叫我跟他釣魚,叫我跟他捉家 他昨晚也輸不好了,他原廁所翻出來說自己是關公 還叫我帶他熟國王,他當我沒有熟東西,熟國我不知道 快點 阿Sir,他叫陳强,他42歲,讀你讀了這麼多 曾經做過地盤工人小販,還做過陸奮武士 哇,這群人這麼好,猙蠟都亂了 他有三次入青山精神典的紀錄,其中兩次有人要來自殺 是甚麼人來的? 哦,我記錄就沒有條件的紀錄啊 只不過當時他常說,我根本就有一個名叫丟士,丟士 哦,請注意就是這個時候 警察有一部還不相信那可能是關公 還叫丟士,無條件的紀錄 還叫丟士,無條件的紀錄 我中間沒有警告一些片段 阿Sir 阿Sir 幸好你及時救回你姐姐 不是你聰明的 那我會怎樣 將門贖罪 等你了 有機會給你幾百元觀眾面前給你的簽名 odel士 阿接下來他會 然後他會帶憋想出去跟觀眾交往 他會發現就是,冠攻的所有行為主義 過去不是觀眾來的 但是他們會透過現代理的方式 不斷蟹滸狗狗之類的 而這種蟹滸的過程會讓觀眾感到一種愉悅感 我今天碰撞了 為甚麼?我還不帶她進來 老朋友 叫聲我帶來了 有甚麼不行 你們倆自己插進去 過去吧 過去吧 我幫你找我 你捱了甚麼?你狗獎 人海無言 她發了風我都認得她 尤其是她身上的男人脫 是啊 她是一件好事啊 就算是 她也是一個 清潔光粹 青海無言的 時間工作者 人工 被捱蟹被抓了 雙蟹被抓了 她捱一下 再一個 因為捆照片要拍照片 有了 雙蟹這個角色 她只這樣被惡搞 人工之十五分的 雙蟹 拿出照片 可是觀眾不清楚說 你這個到底是甚麼東西 慢慢看 我是不是雙蟹 你來的 我以下她的樣貌 你三十年前是平常來拍的 你看 你在這裡 當真 三十年前的我 這麼大 啊 蛤 大哥在哪裡啊 嗯 在那邊啊 寫了千幾年了吧 千幾年 這麼世 何世啊 然後接下來 劉宇霍會發現 眼前的這個寬法 是真的是寬法 因為她 因為這個寬法 講出的一段 劉宇霍有親密過的 他就是千幾歲 那幾年 你真的可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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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死了 再投胎做人 是不是 走啦 走啦 好啊 我沒死的 我記得很清楚 我任何被团獎方丈 馬中所及 輸拳路就下令斬我手及 在行政樂高的一殺 我突然間騰雲鴨 我突然間騰雲鴨 我見到那些奇跡在映台之上 我先去聽一聲 你說什麼 突然間狂風大作 我才神不由己 在空中飛行 飛行 到刀聲的時候 就問這個人 會幫我贏 賺我錢 賺我錢就贏 從那裡遮天遮地 難道你不相信 你相信他啊 我看見他全都神像 你差不多快關公了 他扮演一個女士的狀態 我相信 不是楊朝偉他自己的狀態 上了一陣 那歷史上面呢 你被拘捕的 被孫兒園殺了 被孫兒園殺了 二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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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吃飯了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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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快點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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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走啊 快走啊 不要快點到一槓 二槓 快點 一下 你先往那邊 gone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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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